这是梦幻的一刻 中国人终于站上了 百米飞翼大战最高领奖台 太疯狂了 太疯狂 我好像做梦一样 你是中国的骄傲 这一刻注定被载入史册 之前没有想到过 怎么也没有想到过是吗 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父亲 还有我的家人 一直让我 帮我关书轻松的心态 在菜前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吗 其实这次大赛对我来说 我非常紧张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赛 然后对我来说 之前的外训 给我很大的帮助 包括布朗教练 给我灌输了很强大的信心 非常无时无刻激励我 让我有信心 一场一场去拼 跟高手去对决 虽然这个周期比较短 而且非常感谢 叶远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是今天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澳洲时候 当时重点练了前50 今天你的前50非常快 22秒76 为你的夺冠奠定了基础 我知道 我今天必须豁出去 我相信我自己的后程 就像之前布朗教练说的一样 我只有前面冲出去了 我的后面才有希望拿到冠军 那再总结一下 你这次第一次参加市场赛 你的感受 我感受 我觉得 这次是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然后 我觉得 我现在像做梦一样 我不知道 有什么言语来表达我此刻心情 我只想说 我是红柱人 我是中国人 我今天我做到了 我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 短男子的短刺 似乎有 我有一席之地 希望以后还能继续跟 布朗教练长期外训吧 谢谢 继续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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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